锅贴的时候到底是加面水还是加淀粉水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今天教大家正确的做法 做出来的锅贴各个酥脆鲜香 特别好吃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肉馅 加盐鸡精 五香粉 生抽 老抽 再放上姜末 和葱花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把它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放入切好的韭菜 接着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放一遍备用 准备一块钱的饺子皮 把调好的肉馅放在饺子皮上整理一下 然后在饺子皮的边缘抹上一点清水 再把它从中间捏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做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碗中加入一勺面粉 一小勺淀粉 倒入300毫升清水 5克食用油 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调成这种稀稀的状态 锅中加入食用油 把锅贴生劈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开小火煎 煎至底部微微发黄 把刚才调好的面水倒进来 水量没过生劈的一半 扣盖焖三分钟 水分收干即可 这样做的生煎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你也做起来吧 你也做起来吧